在医美这个产业十几年 看到这么多年的变化 觉得大家忘记了医美是一个医疗行为 我有点想要重新去看医美这件事情 我希望去做一个整合的动作 整合一个女人的需求 我们重新去对焦医美这件事情 做一些教育的事情 不管是从消费者的观念去看 或是从专业上的观念去 重新去把它整顿一下 因为现在的确有很多太混乱的讯息 所以大家会有点无所适从 就是常常有一个病人或客人来到面前 他其实是一个拿到非常混乱的讯息的人 那其实你去评估一个人的需求 或他想做的治疗 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机器的部分 一个是操作医师的部分 那现在很多消费者 他会得到的讯息都是关于机器 什么我一定要最新的新一代的最好的机器 但他们忘记了就是说 其实机器是死的 但是操作的人是活的 他们反而就不去看这个医生的背景 跟专业素养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人有很多个别的差异 跟体质上的不一样 还有他的反应 的确是差非常多的 那一个够专业的医师 我觉得他的特点是在于 他可以很及时 很及时的处理 这件事情很重要 同一件事情 譬如说假设他今天有个过敏反应 他如果可以在一天内解决 跟他在两周后解决 那最后对病人的结果是差很多的 我也是甜鼻子 就只有甜鼻子一支吗 一支 可是那时候好像 医生觉得有点不太够 那你不会觉得打得太夸张吗 因为其实你的鼻心 你側面我看一下 好像还没有削掉了对不对 有些人是想变漂亮 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人 他其实觉得他自己五官不够立体 他只想变漂亮 但是他又不想去动刀 所以有一个部分就是微整形的部分 这样微微多一点点的时候会比较好看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里嘛 对这里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群人 他是觉得他状况都非常好 但是他想要一个保健的观念 去管理他的皮肤 所以他比较是皮肤管理的部分 那就是打个雷射 所以其实我觉得医美大部分以后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 慢慢去了解这些课程 然后你皱臂 你再皱一次 对你这边超有力 超级 再皱一次 你看你驼风就这样形成 是这样吗 我以为是天生的 你以为你这边用力用力 骨头就会跟着 增厚 就像为什么你 果汁脸会调整脸型 是因为这边的肌肉萎缩之后 骨头就会变薄 然后这边会用力 所以脸型会慢慢变 因为像我们肌肉也是一样 就是你看有人脚不动 他就肌肉就萎缩 然后骨头就流失 所以其实这些局部 都会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所以脸型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医美它其实有点艺术的部分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 你问十个医生 或者你十个建议 所以它有很多事情 变成消费者非常的 不知道怎么办 比如说除班 你不可能除六次就好 那外面的确是六次六次卖 所以消费者会有概念说 我打完六次之后我就好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医美真的就是有很多 需要重新去思考 这个行为 这个医疗行为 它要重新 有些部分的确是不能用 纯医疗的角度去看 它有点是像保健 去健身房运动那种概念 它有一部分是预防医学的概念 就是它有的是预防衰老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变成要把它切得很细致 然后一一的跟消费者沟通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时间 就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现在房间医美 有太多混淆的智慧 让消费者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选择 之前有看到唐医师在墙上写的那个文章 那我就会觉得说 他分享的文章都非常的诚恳 就是他是从女性的那个观点 去做医美这个行业这件事情 像他连敷面膜的那个文章他都写得非常淋漓尽致 可以再直一点点 有个骨头的感觉 那我这边不想要拍照 我知道我会给你看 就是因为有鼻头 鼻头你想要翘吗 我可以打翘喔 真的吗 你看侧面你看得到吗 如果拉起来这样其实也蛮好看 懂吗 你要这样嘛那就是打下面 好 那我蛮喜欢 真的有点痛喔 好可以 就是打下面 像这种细节的部分就得用尖针的啊 就是他可以拉一个线条 用钻针当然也可以 但是精准度就会比较少一点 尖针针针针就是一种工具 那尖针的好处是他很精准 所以你要他在哪里 你可以很直接又精准的注射 那钻针相对比较长 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打得很细腻 所以当要处理很细腻的细节的时候 其实尖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最容易被人要诟病就是说 尖针会错到血管 其实我觉得这在于经验 就是说你皮肤生理啊 解剖学这些都很了解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就是打在该道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不管用尖针跟顿针 其实都是一样的安全 那重点就是要有回臭的习惯 还有要了解客人的反应 很多人是急 就马上打很多 那事实上我觉得有时候是操作的时候 而不是在于只是工具这件事情 我比较喜欢整体的规划 就是说你那支玻尿症 我会习惯看一下整个脸型 然后再决定分到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特别好 但是其他地方很弱 其实也不会好看 所以我比较喜欢整体的治疗 你看看 其实它就没什么骨盔 很自然也不是很夸张 有没有 但你看那个弧度是比较好 这样笑起来之后 有没有 我现在其实我觉得这样鼻尖好看啊 它让它有点窄窄的腰身 然后有个弧度 所以是蛮自然的 侧面很好看 好 对 好 剩下这个 医美 大部分的需求就是这三个 变漂亮 变年轻 皮肤变健康 所以想要去整合 把它设计一个特质化的疗程 所以我有点想要重新去看 医美这件事情 跟重新去设计 所以它可以在这辈子 从年轻到老年的时候 它可以怎么样去 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医美 然后让医美变成它一辈子的 一个好朋友 然后我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些 五国界的医疗服务 每年可以有个短期的 去帮忙的事情 诗病犹亲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很重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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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